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宏仪慧 罗省中华会馆以及所属的侨团主席等30多位代表 今天上午拜会台北洛杉矶经济文化办事处 办事处的高层代表也出席欢迎 每年新任主席拜访经文处是中华会馆百年来的传统 今天拜访一行多达30人 包括罗省中华会馆主席梁永泰 副主席廖美华 监事长黄中彦珍 理事会 监事会 会馆顾问 主席团 以及理事公所等纷纷出席 罗省中华会馆主席梁永泰表示 此次拜访在于表达对中华民国的支持 支持国父孙中山所创造的亚洲第一个自由民主国家 并且加强中华会馆与中华民国以及经文处的交流 这次拜会活动 经文处处长朱文祥等人出席欢迎 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前 中华会馆已经存在了 中华会馆130年来 当然从第一代的兵所知足到现在的鼓励 新生代从政 我相信他们在主流社会已经有一席之地 这一次非常高兴能够在元旦的上班日第一天 中华会馆新任的梁主席 当然他是连任 就带27个侨团的所有的代表负责人来本处 侨豹的心始终如果能够跟我们在一起的话 我相信中华民国是可长可久的 非常谢谢大家对我们始终如意的支持 中华会馆都一直在支持我们中华民国 国附深深深深深深深的理念来做的 我们每一年都有 我这次我连任 得到大家的公认 我才有这个机会来继续再做一年 一直以来 中华会馆在服务桥团 凝聚桥新等方面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罗省中华会馆主席梁永泰表示 将先手老桥 新桥 以及越检辽桥团共同创造桥社 并且强调 罗省中华会馆支持国父 随中山创造的中华民国 追求自由民主的信念坚定不移 台北驻洛杉矶经济文化办事处 希望与中华会馆合作 对与各桥团一起努力 促进团结和和谐 一起来推动南家桥界的繁荣发展 周天频道采访报道